超级兴奋的 开箱又来了 哎呀你看我的按捺不住 我很开心 这一次是海运 第一次海运 以往我都是空运 或者是那个铁运 也超市过了 这一次是第一次海运 本来又不是海运了 但是后来又会脱欧的关系了 然后就有非常多的种种原因 导致足足 这一次是冷了两个月 这话不说 我就赶紧开今天的大箱 你看这一次一共我买了 看看多少 你们看到吗 这里一共打包了有六个箱子 一二三四五六 哎呀兴奋 首先我们来笑一下读 你们说猜哪一个线呢 我看看啊 我猜个最高的线 给你们看一下最高的啥 你们可以猜到什么吗 这次也是我第一次寄 这些比较大件的东西过来 你看这一个 差不多 有我那么高了 再放上这里 呦 也是好看吗 哈 粉红色的四步梯 本来呢 我们家有一个两步梯 当时搬家的时候我就说 不要买两步了 两步的不够高这样子 我就狂高了 我就说不要买两步了 好了 废不听非要买个两步的 两步呢 勉强还是够用的 但是有时候 我要弄那个阳台上的东西啊 或者之类的 你懂我那个意思吗 就是 你要多几步的 高一点的 比矮一点的 要方便吧 结果我就把这个 朝过来了 看粉红色多好看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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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色的梯子 没有地方了 给你们查一下 哇 超稳当的 好高 四步 三步我已经摸到天花板了 全英国 应该只有我一个人有吧 是吧 呵 你们谁还有的 告诉我一下吗 哦 反过来了 这是一个很可爱的 复古的挂钩 然后呢 这样钉在墙上 咦 小玩意 这个是我的洗茶杯子 对 我家乡的杯子 登登 中山洗茶 标志性的东西 所以我必须要买一个 放在家里的收藏 嘿嘿嘿 有老乡吗 老乡过来扣衣 这是 他买的一个帽子 斑马纹的帽子 他今天这样戴好不好看 这里有一个皮的logo 然后这样套着 会不会显脸大 我发现我的头好像越来越大了 很多帽子 戴不进去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这样吧 可能帮他发型好一点 很可爱的衣服 毛衣 这个有个小猪猪的一个毛衣 最喜欢买这些毛衣 最喜欢买这些毛衣 所以当时 黑色的裤子 一件白色的梯子 还有 一件毛衣 这一条 毛线裤子 它的质量非常好 对 这是一本Kobe的杂志 然后去年我托朋友 在美国帮我买一本回来的 这一根呢 就是 它所谓这样子 就是质量的话 也不是 就是一本普通街边的一个杂志 去年医院份的时候 对所有很多男孩子来说 都是一个特别难过的一天 然后呢 这个就是当时我在 看到朋友在美国的时候 我就叫他帮我买了一本 然后就算是给老公收藏一下吧 这是一个无法不过滤袋 就是 平时包汤的时候 塞一大堆的料下去 然后用一个包这样包 就会比较方便一点 塞 一堆的生理内裤 所以这就是一包内裤 就不用看了 每年我都会在中国买一堆内裤过来 这个呢 跟刚才那一个是差不多的 够够 然后准备在墙上 就用来平时挂衣服这样子 它是铁皮的 然后你可以再用力一点 稍微扒一下 它然后就变得比较立体一点 相比起来呢 这一款呢是比较重一点的 而且这一款又贵一点 是要68块钱 这个才10块钱 然后呢其实看起来也并没有什么差距 他们的用料都是一样 主要呢就是这个做的比较普通一点 这个呢是有一点复古做旧型的样子 这样这些风格 所以呢就看你自己的选择吧 然后有童话在里面有恶心石 这个也是一件衣服 这也是一件白T恤的衣服 这个是什么 你们看看 看转过来 诶 这是一个什么小可爱呢 木板凳 这个头可以换 各位吧 就就就 可以骑马了 当做一个换鞋的凳子 这样坐着 来 这是一件女容服 是比较耐脏一点 就这样子 女容服 这个是 这个是个米缸 这也是 连起毛衣服 你要把家里的 位置里面的一些都比较分类好 所以我就买了一条这样子 就把它这样卡在里面 就可以分成两个格子了 粉红色衣服 这是一个沥水架 对我连沥水架都在淘宝跑过来 在这边呢 我就买了一个 整天都发霉 而且又不大 就是买那种 折叠的那种太小了 不适合 你看看 图片在这里 这里有个图片 还有这块板可以帮你隔水 这样就不会搞到桌子上那个水垢太脏 看盒子就知道 这是一个吉米的Pachetta的那个拖 对就是这样一个拖 头眼又会放在这里卡住 然后它还会有角度的 然后看这里呢 就是加一个有金属扣 质量还是很稳当的 那个拖盘 看啊 粉色的 放茶具啊 喝茶 或者是摆来拍照啊 都很好看 好看吧 哇 这个原来这么大 还有这么大的箱子装啊 还很小呢 小猪猪 小猪猪 可爱吗 哇 太可爱了 它还有翅膀哦 它是有洞的 放心 有大牛牛 我的奶牛凳子 可爱吧 这个是牛头 这个是牛身子 还有四只脚的 原来是在这里 腿就放在 诶 洞在哪里 对 卡进去这样 上一次我在这边的Garden 你已经看到有这一个东西 我就说好可爱 我想买 后来发现你知道在这里卖多少钱吗 在这里要 六十几币 是七十九币 而我的天啊 这么快我就看 一看这个箱子就知道 它肯定是中国做的嘛 然后我一收 在中国买才一百来多块钱啊 所以我就想 不行 我非要运一个过来不行 再来 这样大概时间 淡粉色的 然后这个袖盒里面很宽 然后穿上身以后呢 就到膝盖 刚好到膝盖 这个位置 我的膝盖在这里 刚好就盖过那么一点点 就是这个 蜂窝锅 这个锅我是冲着 还有朱一龙的写真集 可以送我才买的 后来发现 买的时候 他就说已经送完了 我就后知后觉 好重的一个锅 我是拿不动来炒菜的 漂亮的锅盖 买了一个很久的一个野餐桌 但现在 现在疫情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机会 再用这个野餐桌 轻放在车上 这个是我很早以前 买的放在家里 然后这一次顺便 卡运的时候 就把它寄过来的 四个脚叉在这里 把它动起来 就是一个野餐桌 这是一张阳台桌 这样挂在阳台的围栏上面的 也是一张粉色的桌 这个需要一点功夫才能拆 这样 我就不拆了 现在就是最后一共 这是散装的 没有办法给你们看 现在正式 这是一个散装的架 这是我把图片放在旁边吧 不好了 你们知道大概 这个是一个放在浴室里面的一个架子 又要吐槽了 就是现在有一个在TKMS买的 真的很不好那种 生锈用久了会生锈 已经用了一年了 哎呦我的天啊 都生锈了 太丑了 那我决定要 一定要买一个防生锈 因为你经常碰水嘛 所以一定要买一个 不要跟我说 在这里也有个卖 现在lock down 买这些东西太不方便了 你想买的时候你就找不到 等你买了之后呢 它又偏偏出现在你面前 那我还不如等一等 我在淘宝买的比较爽一些 这就是玫瑰金的一个 这样一个拉篮 就是拉着去买菜的 我本来呢有一个塑料的 也是粉红色的 但是我打算以后呢 这个塑料的呢 就放在车里 这一个呢 就放在家里 拿出去买菜 购物带防水作用吧 好看啊 那也挺好看的 还蛮结实 但是看起来这里面呢 会比我塑料的那个要小一点 我买的这件呢 不是万象轮 是那个可以爬楼梯的轮子 其实这边有斜坡 也还是蛮方便的 好这个就是今天 所有的海运开箱 一共有六件 我要收拾一整堆东西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给我们看一下 我的垃圾堆 我的天啊 太多了 拜拜